我和妹妹就了一个糟老头 她拿出两张特殊符咒让我们选 妹妹抢先选了财神附体 剩下的考神附体是我的 妹妹凭借财神附体 一年内大大小小中了不少奖 而我凭借着考神附体 考了高考省状元 被清华大学录取 符咒一年期限的 妹妹失去了财神 不懂理财和过于奢靡的生活 让她迅速的贫困潦倒 我知道考神附体是有期限的 一直很努力学习 努力学得的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我夺取了全国科技大奖 和商业天才携手创造了神话集团 身家过千亿成首富 妹妹心有不甘 在一次家族聚会上捅死了我 我选考神附体 妹妹激动又尖锐的声音 让我回过神来 看到妹妹抢飞速地 把考神附体符咒抢在手里 我就知道 她重生了 我也重生了 上一世 她可是抢着药材神附体 并且一脸轻蔑地对我说 读再多的书 还不是为了钱 姐姐 你就继续做那死读书的书呆子 将来安分守己地 领取那固定死工资吧 我爱读书 能有考神附体 如虎添翼 正中下怀 也欣然接下了这个符咒 姐姐 这一世 轮到我便高考状元 考入清华 成为世人敬仰的科学家 嫁给陆木白 开创东方神话 变成首富 你就等着爽一年 然后群困潦倒吧 妹妹无尽考神附体符咒 一脸解气地对我说 我接过老头手里的财神附体 微笑着对妹妹说 那姐姐助你千成四季 拿到财神附体后 我看看书包里 那可怜的50块零花钱 想了一下 来到呱呱乐彩票站 花了20块买了10张 并没有中大奖 不过也刮出了5万块 当场对奖 拿着这5万块 我去到不同的彩票站 花了1万 买下十几张不同品类 百倍富士彩票 等今晚开奖 买完彩票 就是买手机电脑耳机 等目前我还没拥有的设备 然后 我好好的去吃了一盏海底捞 上一世 过于沉迷学习和钻研 经常忘记吃饭 导致由胃炎发展到胃癌 能吃的东西非常的少 我的钱多的可以买下 全世界的海底捞 全世界的烤肉店 全世界的串串香 但是 肠胃却不能让我吃 任何一顿火锅烤肉串串香 每每的吃完火锅 我在五星酒店订了个大床房 上一世 为了能有个好睡眠 我花了万买了一张海思藤床垫 回来放在60多平方的大房里 然而 依然失眠 怕脑子不活跃 怕研究不出技术 我不敢吃安眠药 只能眼睁睁的痛苦到天明 现在 终于恢复了我的睡眠状态了 躺在床上 秒睡 一觉醒来 发现已经过去了小时 我打开手机 查找开奖结果 仔细对了一下 总共只中了150万 并没有让我报复 不过 如果没有财神附体 很多人穷其一生买彩票 都是无法能中超过一万块的奖 我立马去彩票中心对奖 扣税20%后 只剩下万了 我和那脑子塞草的妹妹不同 他不懂得钱生钱 所以符咒一到七 他就无法维护财富 贫困潦倒 我搞过科研 经营过公司 重生回来 上一世的认知并没有被洗掉 钱财是身外物 会从有变无 只有努力得到的知识技能 才能一辈子是你的 别人抢不走的 我打开电脑 注册了证券户口 找到一个在上一世 被股市里传为传奇的股票 东方科技 现在 正是这只创业股发行最初 而且是股价最低的时候 根据我的记忆 再过一周 这只股票 就好像东方巨龙一样崛起 从现在的一块钱一股 用半年的时间 涨到多快一股 这是我目前能让钱生钱 最快的一种方式 我把万 全部投入股票里 期待着他翻倍的收益 妹妹得了考神附体 并没有像我上一世那样子 继续努力学习 反而更懒了 每天上课不是睡觉 就是看杂志 作业也从来都不做 老师忍不住骂他 他不以为然地反驳我 偏自聪明 根本就不用这样子识读书 反正到高考 我会考个省状元给你看 老师看到他痴人说梦 也对他气聊 不再理会他 我依然很努力学习 尽管上一世 我考了省状元 并且在清华一直读到博士后 但我依然不敢轻视高考 不过 这一世 我的目标不是考清华 更加不想走上一世的路 上天既然让我重生了 走重复的路 是没有意思的 更何况 这一世 我是怎样都不想遇见 露幕白的了 科技天才少女 和商业天才少年 强劲结合的爱情婚姻 看起来又如神话 一般完满 呵呵 却没人知道 我每走一步 都像赤脚在尖刀上行走 痛得血淋淋 却又不得不带着笑容 面对世人 妹妹有考神附体 尽管懒散不学习 却不影响她考试考好 而且每次都要比我多一分 占据全校第一 她一下子从学渣 变成了天才少女人设了 对手老师同学们的吹捧 妹妹骄傲的 鼻子都要朝天了 每次看到我埋头学习 都在冷嘲热讽 姐 你再努力也是比不上我的 我劝你还是不要学习了 用你那财神附体 到处去买彩票中奖 好吃好喝一年 然后等着贫困潦倒吧 我没有理会她 我的股票已经涨了一百倍了 账户资金达到一亿多 我对奢靡的生活没兴趣 只求一日三餐 能吃到喜欢吃等 晚上能睡得好 至于彩票 我是不会再去买了 得把中奖机会 留给其他买彩票的人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比高考也越来越近 在东方科技涨到原意股的时候 我迅速地把她抛售 账户资金累积到四亿多 我当然不会让她闲置起来 凭个记忆 分别投了几个钱利股 让他们可以继续钱生钱 妹妹凭借着清纯美丽的面容 再加上天才少女的人设 再往上迅速地走红 她开了自媒体账号 接受各种产品的代言 也让她累积了两百万左右的财富 她并没有吸取上一世的教训 一有钱就奢侈花费 不会去想怎样能让钱生钱 姐 你猜我和谁网恋了 妹妹走进我的房间 脸带嘚死地说 正在演算一个科研数据的我 头都懒得抬 淡然地说 不知道 也没兴趣知道 呵呵 只要我说出她的大名 你会有兴趣的 她叫陆木白 商业天才少年 妹妹一边说着 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上一世 你所得的 都会是我的 真开心 我装着听不懂她的话 淡淡地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上一世这一世 我对上一世没记忆 应该是喝了梦头汤 你没重生 妹妹疑惑地看着我问 重生 你是不是看小说看多了 脑子傻了 我故意地中眉 伸手摸摸她的额头 妹妹推开我的手 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有些扫兴地说 哦那真是没意思 我还想着 让你眼睁睁看着我 抢走你上一世的所有 包括陆木白呢 不过 也没关系 反正这一世 你是怎样都比不过我的 清华是我的 陆木白是我的 千一总裁也是我的 至于你 作为妹妹我 还是好心劝你 去买多几张彩票 装上一些奖 存一些钱 以免将来穷窥潦倒 一无所有 哦谢谢 我的无所谓态度 让她自讨无趣 碰得一声关门离开 我放下书本 手指转着笔 看向窗外 窗外没什么阳光 阴沉沉的 我此刻的心情 像被那片乌云压着 沉沉的 思索另一会儿 我决定 抛开上一世妹妹 捅死我仇恨 起身 敲开她的房门 妹妹正在愉悦地 和人视频聊天 看到手机屏幕上 陆木白那张熟悉的脸 我微微地打个寒颤 退了出去 妹妹却没放过我 从椅子上起身 走出门口 一把扯住我 手机的摄像头 直对着我的内 戴着黑框大眼镜 抱着青春痘的脸 她还迅速地把美颜 切换到原相机的模式 叫声说 陆木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姐 好看不 看着里面的陆木白 我犯起了心理上的抵触 伸手把手机拨开 走了出去 算了 尊重他人的命运吧 这是妹妹自己的选择 结果怎样 就让他自己承受 懒得管了 陆木白 你觉得我姐怎么样吗 妹妹没放过我 跑来我的房间 继续和陆木白视频 不怎样 陆木白的回答 让妹妹的脸 瞬间的光亮起来 她得意地扫了我一眼 姐 陆白说你不怎样呢 我表示狗同的点头 嗯 没你好 没看到我相恶妒嫌恨 妹妹有点失望 然后对视频里 说我姐有个优点 就是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她无论是学习 还是外貌都比不上我 陆木白说 的确比不上你 这个世上天才只有少数的 妹妹开心的接着说没错 而我们却占了其二 世界会是我们的 到时候我姐她 多打工都不配 哈哈 听到她那得意而魔性的笑声 我笑了笑 把她推了出去 反锁房门 免得她再进来打扰我 微信收到一条 好有验证信息 看到那熟悉的头像和昵称 我的血液治了治 手指发凉 陆木白怎么会加我微信 这个微信 是我重申后买新手机才注册的 我连家里人都没有告诉 也没有告诉妹妹 为什么陆木白能找到 我这个微信要加我 这一时 我一点都不想和她扯上一次关系 我点了拒绝 并且拉黑 以免她再申请加好友 影响心情 再过一会儿 又一个好友申请信息 姐姐你好 我是陆木白 你妹妹的朋友 她竟然换了个微信来加好友 看到这个微信 我的血液更加的上涌 上一时 我发现她这个微信小号 偷偷登陆看了一下 刷新了自己的三观 在世人眼里 陆木白家境良好 高大帅气儒雅 又是商业天才 被无数女子仰慕 网上甚至流行这样子 一首歌嫁人要加陆木白 而作为她妻子的我 自然也是被羡慕妒忌的对象 他们完全无视 我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无视我的一切努力 只看到我是陆木白的老婆 只有我知道 作为陆木白的妻子 不但不幸福 反而很惨很惨 惨到我生生世世 都不愿意和她有任何牵扯 可是她为什么 还要阴云不散地缠上我 能不能放过我呀 为了避免被陆木白家好友 我干脆直接把微信注销 姐 明天是 陆木白要来看我了 妹妹又跑来我房间向我嘚瑟 她说要给我一个难忘浪漫的 还期待啊 我冷淡地应为一生哦 妹妹不满我的反应冷淡 抓着我的肩膀质问你 是不是妒忌我 我好笑地看着她 你要这样子认为 我也没有办法 不过 以后请不要在我面前 嘚瑟你的男朋友 免得嘚瑟多了 我对她感兴趣 那就不好了 妹妹的脸色一致 恼火地瞪大双眼 姐 我警告你 你不要贪图不属于你的东西 更何况 陆木白根本就看不起你 我表示赞同的点头嗡嗡 她就看得起你 就喜欢你 助你们两个 一直所死不分离 妹妹一脸理所当然必须的 这一事 我要和她成为 人人羡慕的神仙眷女 开创神话集团 你就死读书吧 到时候说不定 我念在你说我姐份上 我给一份好工作你做 让你也能舒服一点 而不是贫困潦倒 到底是谁给她自信 让她认为 我会走她上一世的路子 就算考神附体一辈子 她也走不了我上一世的路子 科研又不是考试 不是能一下子就通的 我万了没想到 妹妹竟然把陆木白带回了家 放学回来 推开房门 看到陆木白在 吓得我打了的猎解 杨欢你好啊 陆木白扬起她那招牌笑容 冲我洋洋手 一般少女 看到她这样子 都会放心乱动 眼冒小红心 我的心脏也乱动 不过 是吓的 你是谁 你怎么能随便进入我的房间 我装作不认识她 板着脸 立声地质问 陆木白 你未来的老公 陆木白站了起身 阴侧地笑着 像躲在岸脚里的一条毒蛇 我打了个寒颤 原来 重生的不仅仅我和妹妹 还有她 难怪她能知道我的微信 我强行镇静 放出一副匪夷所思的面容 没好气地说 陆同学 你的女朋友是我妹妹严喜 不是我 我不至于没接操到 抢自己妹妹的男朋友 请立刻离开我的房间 这是我的私人禁闭 言欢 别装了 我知道你也是重生的 否则 你不可能会这种公式 陆木白拿起我桌面上的草稿纸 一脸肯定地说 我的脸色微微地痴了痴 不过 随着冷静下来 疑惑地问我 本身就提前学了大学的数学课程 会点微积分 不是很正常 陆木白是个文科生 大学不用上数学课 对大学数学 基本是一无所知的 她根本就分不清 我的公式是微积分 还是科研数据 她 妹妹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 怒气冲冲地扇了我一巴掌 你竟然说陆木白是屎 阎欢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 你就说葡萄酸吧 妹妹黑着脸 一把拖过陆木白 陆白 我解释神经病 你不要管他 呸 在陆木白路过我身边时候 我冲他吐出了两室 想要吐的口水 有病 陆木白恼怒地擦了擦脸上的口水 骂了一句 跟着妹妹离开我房间 我碰的用力 关上房门繁琐好 整个人卵瘫在地上 心脏绷紧 呼吸急促 差点一口气都缓不上来 陆木白这魔鬼 陆木白离开后 妹妹那个傻丫 又向我炫耀 炫耀陆木白送了 他一个蓝钻戒指为礼物 看到这蓝钻戒指 我又是一阵的恶心 上一世 陆木白也是 把这个蓝钻戒指送给我 并且不许我摘下 每天看到这戒指 我都有种 要把手指剁下来的冲动 但是我不敢 我实在无法对抗 恶魔一般的陆木白 唯有像带着枷锁带着他 这钻戒至少价值一百万 木白能这么大方送他给我 说明他对我的重视 也是想要我嫁给他的 妹妹洋洋自得的 在我眼前闪着他的钻戒 看到我脸色难看 以为我羡慕妒忌恨 又狠狠地瞪着我说 姐 你可不能弄标脸强我男朋友 这一事 陆木白一定得失我的 我冲他翻了白眼 生气地说我都强调多少次了 我对陆木白没任何兴趣 带吞 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 说他的任何事情 终于到高考了 考得很轻松 就算不能像上一世那样子 得个省状元 也应该能在前十名 妹妹也满怀自信地从考场出来 立马被围在考场外面的记者们访问了 严喜同学 请问你对这次高考有信心吗 妹妹一脸自信回答 如无意外 我应该能得省高考状元 这么自信 当然 毕竟我是天才少女 区区高考而已 不考不省状元 怎么对得起天才这两个字 那也是 期待着高考成绩揭晓 期待着我们是能处一个高考省状元 听说严同学还有个双胞胎姐姐 不知道她的成绩如何 能不能和你并驾齐驱 仿佛记者问了天下最可笑的问题 妹妹笑得一脸不屑 我姐呀 虽然她和我是双胞胎 但我们两个无论从外貌还是智商 都是很不一样的 她就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 看到我顶着厚重刘海 穿着宽大的校服路过 她一把揪住我 呈现在记者的摄影头下 她精心打扮过 光鲜亮丽 自信热情 而我 则一副死气沉沉的书呆子高中生 和她一对比 记者们纷纷感叹 两姐妹的不一样 对她不遗余力的吹捧 我并不介意成为她的绿叶 甚至故意让自己显得笨拙呆滞 媒体报道一上网 妹妹的粉丝再次大涨 粉丝数量达到八百万了 她自己也到处营销自己 开直播赚流量钱 再次赚了几百万 成了人人羡慕的小富婆 她在我面前嘚瑟赚了钱 嘲讽我有财神附体也不会用 依然一副穷酸样 我自然不会告诉她 我投在股市的资金 已经翻倍道义了 等道义 就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候了 到时候 就算有十个鹿鹿白 我都不用怕她 万众瞩目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很多记者提前蹲在我们家门口 等待着采访我妹妹 当初 她这个天才少女 夸下海口要夺取省状元的 所以 无论她是否考到省状元 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我怕给自己招惹麻烦 早就悄悄地躲远了 还没到成绩开往和时间 我就接到清北两大顶尖高校的招生电话 热烈邀请我暴读他们的学校 并且给我很丰厚的承诺 这些电话和上一时差不多 可以肯定我考得不错 我婉言拒绝清北的厚爱 表示要暴读国防大学 一颗红心暴效国家 上一时 我就有这个理想 只是一直被鹿鹿白控制着 只能成为他个人私欲的工具 身不由己 这一时 我不会再惦记着清华大学的光芒 不会再和鹿鹿白沾上任何关系 应该可以自由了 我登陆高考查分网 分数被屏蔽了 妹妹的高考分数也被屏蔽 屏蔽的分数出来了 和以往一样 不多不少 妹妹的分数依然是比我多一分 这考神挺神经的 妹妹夺得高考省状元 而我得第二 妹妹对外宣传 我能有这样的成绩 是她提前辅导的 别人问我 我也这样子回答 她要的风头 统统给她 这些我都不稀罕 妹妹的天才人设稳了 粉丝再次激增 姐 我要读清华 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 不要和我同一个学校 免得我的光芒盖住了你 要报考志愿了 妹妹郑重警告我 我笑着回答放心 我对清华没兴趣 我报读国防大学 妹妹依然不信 瞪着我说 最好这样子 你报考志愿的时候 得在我眼皮底下 免得你出而反而 我无所谓 当着她的面 报考了国防大学 选择了生化和能科技 这是我上一世研究的专业 只是被迫用于商业 没能为国家所用 妹妹和陆木白 在网上高调官宣恋爱 双双被清华大学提前录取 天才少女 和商业天才少年的结合 再次让妹妹 收获大量的粉丝和流量 风头直追一线明星爱豆 看到提前录取的通知都来了 我的还没来 也没见国防大学 联系我面试等 隐约感觉不对路的我 登陆高考志愿报名系统 惊讶地发现 我唯一报考的志愿 国防大学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是 一间本事很差的大专院校 我的心沉了下去 冲出房门 一把抓住正满脸春风 回来的妹妹沿洗 你竟敢改我的志愿 妹妹一脸无所谓的推开 我说我改了又怎样 我就你一个姐姐 可不想把你交给国家 也不想只有我一个人 承担起养父母的责任 更何况 你也只配读一个大专 她 我气得用力抽了她一巴掌 那我放长眼看 你多配 我自然不能放任自己 没有办法上自己 心心念念的国防大学 也只有上国防大学 我才能真正摆脱陆木白 我已经重活了一世 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中学生 上一世 我和国防大学的校长有过交集 并且有她的联系方式 我给校长打了电话 把自己的情况说了 校长叫我去首都面试 我立马订机票 登上了飞机 来到首都面见校长 校长和我交谈后 立马表示要破格录取我 并且承诺给我一个深化核能团队 只要我真的能自己出经费研究 我的股票资产已经有益了 经费研究不在话下 我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和人才团队 你怎么可能被国防大学录取 看到我要去国防大学报道 妹妹不解地问 平时力 我拉着行李箱走出门之前 回头提醒她一句 我们的符咒要过期了 清华会有个测试能力的开决好事 到时候你可别原形毕露啊 妹妹脸上露出一丝慌望 我很快镇静起来 不以为然地说都录取了 我就不信她还能把我退了 我可是有着一千万粉丝的网红 让清华不会这么不识想 哦 那助你幸运 我拖着行李箱 直奔我的梦想 为国家的国防建设添砖加瓦去 我刚下飞机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看到是陌生的来电 我以为是来自国防大学的 于是接听 电话里传来陆木白那音测测的声音连欢 我现你立马从国防大学申请退学 否则 我会让你妹妹生不如死 上一世 陆木白也用妹妹的生命来威胁我 那时候 我顾念姐妹亲情 让她撑我的软肋 结果 她妒忌我 杀我 这一世 她也处处想要压我一头 甚至篡改我的志愿 把我对她仅有的那一点血缘亲情都消耗掉了 我不会再管她的生死 更何况还和陆木白沾上关系 我懒得和陆木白多说一句 直接挂掉拉黑关机 来到学校报道 校长把我交去办公室 递给我一堆检举信 这些信件都是举报你的 说你品德恶劣 考试作弊 你怎么看 我知道 这些信件肯定是陆木白搞的鬼 他知道 只要我进入国防大学 成为国家保护的科研人员 那他是再也没有机会接触我 控制我 压榨我了 我没有拆信看 而是淡然的看着校长校长 我问心无愧 如果您质疑我 可以给我一段考察期 你是我特招进来的 我信你 希望你能为我们国防建设做出贡献 我们实在是太需要你这种人才了 校长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着朝外面招了招手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我转头看向门口 看到那张我魂牵梦鸣两世的帅脸 小心脏砰砰的直跳 夜见下 我家的臭小子 校长指着他向我介绍 他想要加入你的团队 你看看要不要他 要 我想都不想 激动的点头 我执着要进入国防大学 除了想要为国家国防事业做贡献 还有就是为了夜见下 想要和他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谢谢严师妹 以后请多多指教 夜见下朝我伸出他的手 他的手指修长 骨节分明 指腹又布满了长期做实验的剪 我有点紧张的伸手 握住了他的手 在我刚要把手缩回去的时候 他突然握紧 看着我的目光晶亮而激动 沉生说言欢 我等了你好久 嗯 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知道哦 我认识你好久好久了 久的就好像过了一时 夜见下深深地看着我 眸光翼翼 我明白了 他也是重生的 我一直以为 我对他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没想到 他也在等我 我的眼圈微微地红了起来 仰着头问 那我能不能抱抱你 夜见下张开双臂 把我拥入怀里 用力地拥紧 靠着他那厚实胸膛 听着他那强健有力的心跳声 我有种在梦中不愿意醒来的感觉 我和夜见下成立了科研团队 我们两个重生的人 根据上一世的记忆 提前把那些将来会有成就 现在还是小年轻的人才招了进来 科研资金是我自己的 可以自由支配 我们团队的每个项目 都得以很好的开展 取得一项 向领先于世界的科研成果 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实力 让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忌惮 据说 国军方出高价悬赏冒杀我 只是他们谁都找不到我 也不知道我的真面目 从进入国防科研那一刻 我就不再是言欢了 而是代号 我和夜见下 无论是精神还是科研 都高度契合 我们两人工作不忘谈恋爱 谈恋爱不忘工作 和自己爱的人 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真的是太幸福了 至于陆木白带给我的噩梦 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不再是他能扯上 任何关系的国家保护人物了 至于妹妹和他 现在过得怎样 我一点都不关心 不过 我也不是只会埋头科研 不关心事事的人 偶尔上网 会看到他们两人的消息 这一世 没有了我 陆木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商业大佬 他还是开了个神话公司 不过半年就破产了 还因为到处融资 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而我那妹妹沿喜 因为考神符咒失效 在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 作弊被开除 他直播时候 连最简单的小学数学题都不会 也阅读不全一篇初中英语文章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加速度 什么是重力这些最基本的物理名词 天才少女的人设一下子崩塌 粉丝纷纷取关 并且被网络封杀 和上一世一样 他再次贫困潦倒 导致承受不了精神分裂 经常有人拍他的状态上网 他见到人都在问 为什么我姐他 无论选择什么 都可以扶摇至上 为什么我选择什么都变倒霉 没有诺然回答他 我想告诉他 选择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努力 只有努力得到的东西 才不会消失